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或者一些国家 是吧 看成是不可理喻的一些话外之一 那么但是呢 中国历史上 是吧 这个少数民族多次侵扰中原 是吧 东北啊 西北啊 一些少数的游户民族 不断的严重的侵扰中原 那么这样呢 使得中原的这些汉族统治者 那么深深感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自己的力量 用自己的力量 来捍卫边疆 这个力量很薄弱 那么因此中原的这些汉族统治者 就不能够不对这个外移啊 采取一个机密的一个政策 就是笼络啊 和亲啊 采取一些机密的一些政策 那正因为如此 《汉书匈奴传》当中又说 说中原的汉族统治者之所以要对仪敌 不与约氏不就公罚 不与约氏就不同他们签订什么条约 不就公罚 就是不对他们过多的进行那种攻打 争讨 因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约之则废落而见期 如果他们签订条约要花很多钱 而且外国人呢他不遵守的条约 费路而见期 公之则劳失而招扣 对他进攻 是吧 要花很多钱 是吧 要派军的去远征 会造成的这个兵连祸节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 是吧 中原的统治者这种既鄙视疑人 那么同时呢又畏惧疑人的这种思想 那么同样也深深的影响着清朝的统治者 那么应该讲 这个黄金斯等人提出来 治内不治外 这么一种主张 他就他的思想根源而言 就是受到了中国这种传统的 这种一下观的影响 那么就我看来 其实呢 黄金斯也好 林自徐也好 那么这些人主张重置 西施者 治内不治外 他的一个更深层次 或者说最为根本的原因 是什么呢 是由于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 还有令不行禁不止的 这种腐败的立志官方所决定的 或者说是由于这种腐败的制度 和令不行禁不止的 立志官方所造成的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可以呢 就是把当时清政府这个腐败的立志情况呢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是吧 有助于我们对这问题的理解 那么贪赃受贿 音讯疲弯 办事拖拉 律事推诿 什么官官相护 那么这些腐败的立志官方 应该说呢 是整个封建制度当中 是吧 普遍存在的 是他一个顽疾通病 历朝历代都有 那么只不过呢 在政治比较清明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这种表现 他的表现形式比较的隐蔽 他的表现程度比较轻 只不过是这样而已 那么清王朝经过了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等朝 那么到了道光朝的时候 他的立志就更加的腐败 那么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那么使道光皇帝感到非常担忧 非常气愤的 或者他认为清政府立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大小官僚 音群浮衍 模棱取巧 那么这些各级官员 对于上级的主管的各个部院 甚至上誉催办的一些事情 任意的玩信 他都敢把他视为巨文 不认真办理 那么结果呢 弃德道光皇帝 这九五之尊 是吧 这个皇帝应该说很有威严的 结果弃德道光皇帝呢 就大骂他清明府的官员什么呢 说他们是实属顽谢之极 那么还有些人 平常养尊处优 戏待公使 那么有的官员 甚至懒得 在已经办过的公文上 来签字画鸭 签字画个鸭都懒得做 关于这个事情 道光皇帝曾经有一个批示 就斥责这些人 说呢什么呢 说是私 你们想一想 一旦搞见 尚不肯尽心画月 该私等每日尽属 所思何事 说你们已经办过的事情 都不肯去挂个鸭 那么你们这些人 每天到鸭处来 你们到底来干什么来呢 对吧 所思何事 那么有些地方官员 遇到应该 稷查的一些案犯 像杀人犯的盗窃犯 不给予治理 往往那是互相的推脱 那么在这个三线交界之处 就有三不管之名 四线交界之处 就有四不管之名 是吧 都互相推诿 谁也不想负这个责任 那么当时的人 对于官场情况 有一个揭露 那么这个揭露呢 写的比较文 但是呢 很形象 那么他们揭露 当时的官场情况是什么呢 说当时的官场 是以坚默不言为甚密 以龟角不漏为深沉 以漫无可否为和平 以多所容忍为宽厚 以磨冷两端 为何中济世之道 以遵循故事 为奉公守法之规 那么他这段话是讲什么呢 就是讲清政府的官员 很多人 是吧 是明哲保身 不肯负责任 既没有原则 也没有是非 那么在这么一种腐败的立志官方的这个侵染之下 这个腐蚀之下 对吧 那么清政府的官僚队伍 那么就出现了很大问题 那么就会极大的削弱 清王朝这个国家机器的 对内对外的这种职能 那么清王朝的这种腐败的立志官方 在清政府禁烟的问题上 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 或者反应 那么他们讲 说朝廷的社官分职 大小相为 原则里 房间杜毙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朝廷 设立各个级的官员 大大缺缺的官员 让他们互相制约 大小相为 目的呢 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些弊端 那么但是在当时的 鸦片走私泛滥过程当中 作奸舞弊者 转出自在官之人 我说真正 是吧 作奸舞弊的人 反而是政府的官员 在官之人 那么清政府海关的一些祭司人员 接受贿赂 卖放鸦片走私这种现象 应该说是相当的普遍 也相当的严重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你比方讲 广东水师的副驾 叫做韩兆庆 那么这个人 是吧 他就专以 互私一例 那么他从外国人 有一个约定 约定什么呢 就说外国鸦片盐犯 如果向中国 走私鸦片一万箱 那么就要送一百箱 给韩兆庆 作为什么呢 作为韩兆庆 寄查的鸦片烟 来向清政府来报工 那么甚至 清政府的一些水师船 祭司船 帮助鸦片走私 以这个 清政府的这个水师的船 来走私鸦片 那么韩兆庆 是吧 这种帮助 外国鸦片烟犯子 走私的这种行为 那么不但没有受到惩处 反而蒙蔽了很多人 以祸焉有功 保着总兵 升了官 从副驾升为总兵 而且赏待孔雀灵 那么至于各个省的地方官员 他们所关心的 是怎么样来保住自己的前程 保住自己的乌纱暴 那么他们就担心一个问题 担心什么呢 说一旦拿过走私的 雅片烟的惯犯 那么这样做 不但不能够获得 他是认真查拿的这种奖励 反而有可能使自己被异罪 拿过惯犯之后 清政府没有对他进行奖励 反而呢 认为他以前有失察 那么他们就会权衡一种利弊 认为拿过以前走私的惯犯呢 不但会累积前官 就是连累前任官员 而且会使自己身应利益 自己也会被治罪 那么因此各个地方的官员呢 那么对于纪念这个问题 可以说那是瞻寻顾虑 相帅不前 那就是不可能认真地来 缉拿这些牙圈走私的人 那么这种腐败的立志官方 对于清廷的 这个禁烟的主张 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腐蚀作用 那么这种影响 无论是徐乃记 还是黄厥思 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感觉 也有不同程度的这种指尘 指出了这个问题 那么徐乃记 之所以要提出来 哑片持尽的主张 那么客观的讲 就他的主观动机而言 未必是这个人呢 怀有不肖之意 不说他有什么坏的想法 他主要是呢 因为感到 法欲尽 法欲俊 则蓄意之 贿赂欲丰 棍途之计谋欲巧 那么对待这种问题 他又无可奈何 那么徐乃记 他就感叹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说法令 时有时而穷 就是法令 制定法律 有的时候 他会穷尽 没有办法 那么因此呢 徐乃记提出来的 持尽主张 从某个方面来讲 实际上呢 是他对于清政府 这种腐败的官僚政治 出现这些弊端的一种不满 是对于腐败的历史官方 不可奈何的 这么一种表现 那么同时也是 封建的官僚政治 在政治上 腐败无能 治国无方 不武乏术的一种表现 那么我讲了黄杰兹 他之所以提出这种持尽主张 那么也是他看到了 这个腐败历史官方的这种影响 那么黄杰兹 之所以要求清政府改变传统的禁言政策 与方法 众志吸食者 那么也是由于他看到啊 传统的禁言方法已经失败 那么黄金斯的 他这种众志吸食者的主张 同样 也是对于清政府这个腐败的 这是官僚政治的一种不满 那么黄金斯呢 是试图在无办法当中 来寻找办法 所以说 当时这个广西的巡抚 叫做梁张俊 他就想 他说 今日禁令非不言 处分非不言 而漏之终不能执者 结有治法无治人 不能奉行之故 那么梁张俊讲这话 什么义分呢 他是说 那么现在出现的 哑片泛滥的问题 不是因为清政府 制定的法律不够好 而是没有人去认真的执法 是吧 结有治法无治人 不能够奉行之故 不能够认真执法 那么他还讲 说黄金斯 金玉以重刑禁诀西施之人 此不过 既无所失 极为认人而不认法 什么意思 这是梁张俊在这 讨论的 仍然是中国古代 一个古老而传统 但又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时候 到底应该采用人治的办法 还是采用法治的办法 就是人治与法治之争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封建的官僚制度之下 向来都是有治人 而后有治法 必须有人来执法 那么任何周详的一些 禁言的办法 章程 那么在腐败的立志官方之下 都会被搞得面目皆非 失去他的这种作用和效果 那么在腐败的立志官方之下 军政府传统的这个禁言的律令 这种办法 固然的没有能够取得成效 成了句文成了形式 那么黄军司 众志其实者的 这种办法 也包括他的提出的 其他的一些辅助办法 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 一比方讲 黄军司提出来 要在各个州 县 或者府 要清查保甲 让这些老百姓 这个邻里之间 要互相保洁 凡是有细时哑片的人 就要互相揭发 否则要治罪 才是这五家连作的办法 那么这个办法 当时很的就有人 就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那么他们认为 对于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 只能够令这些人 自保 无犯 自己保证自己不吸食哑片 不能够要求他们 去互保互结 那么当时有一个人 叫做陈伯游 他跟这个黄军司的关系很好 对黄军司也多有称赞 那么但是陈伯游 在给黄军司的信中 这个信中也说 说五家宝状 十多汉阁 十多汉阁 涂涉可扰 不可行言 黄军司提出来的 这种五家连保的这种做法 也是不可行的 那么这个稷查 普通的百姓 是不是吸食哑片 这个责任呢 首先应该呢 是由这个 亲政府的各级官吏来负责 如果人们认为 使得国家俸禄的 这些海口的官员 行政官吏 都不可靠 那么难道这个邻里之间 他们这些人都可靠吗 那么如果说 亲政府的各级官员 都不能够尽心的查离海口 查禁海口 是吧 堵截鸦片的来源 那么这些人 怎么能够认真的 是吧 去查处那些 隐藏在密室当中 偷偷吸食鸦片的人呢 他们没有这个责任心 是吧 不能够严查海口 那么也不能够 是吧 去认真的 到 穷乡僻壤 到这个家庭里边 密室里边 去查进西施者 那么因此贵州巡抚 克长陵 他就讲 说黄军寸呢 正是感触于 励志的腐败 扬烟难尽其来 所以呢 才由治外 转向了治内 不得不重 西施扬烟之乏 那么综上所述 就是通过我们以上所讲的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黄学兹提出来 重置西施者的这种严禁主张 他既是对徐乃记的这种 持尽主张的一种否定 那么又是力图对新政府 传统计言方针 进行扬气 那么表现出了黄军寸的 这种忧国爱国的激情 他的历史作用 当然不容低估 也不容忽视 那么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 那么他的主张当中 所具有的这种重流情源 治内不治外的片面性 那么也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忽略了 对于走私入口 沿海贩卖鸦片人 这种惩处 和对于吸持鸦片的人 这个惩处的 这种轻重的这种等级差别 那么因此 那么清政府在讨论 禁言的问题的时候 制定了这个清静 这个雅平言条例 那么这个雅平言条例 并不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 是什么持进派 对于严禁派的否定 那么这个雅平言条例 应该说 是清统治阶级成员 在集思广义的情况之下 为了完善清政府的禁言之举 做出的一次重大的努力 应该说 有他的这种历史的进步的意义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是讲了一些黄军司 重视稀释的 这种主张的一些错误 也用了清政府官员 那么特别是 像齐善这些人的一些论点 那么我并不是说 有意的要贬低黄决资 也不是要包扬这个齐善等人 那么其实呢 在当时这种腐败的 励志官方的毒化之下 那么特别是外国侵略者 他的阻挠和破坏之下 就禁言的实际结果而言 清政府内部的任何人提出的任何禁言措施 都不可能从根本上 长久的取得禁言的这种实际效果 那么最后 我要讲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徐乃继 有感于清政府立志的败坏 哑片履禁不止 因而提出了一个旨在旧臂的 这种实际的错误主张 那么最后 徐乃继身在凝裂 多少有一些呢 就如自取 那么黄决斯 有鉴于清政府立志的腐败 各种禁言的办法都不足以依靠 那么提出了以此论处 众志吸食者的片面主张 那么最后呢 他的主张被清政府所修正 我们为黄决斯呢 又感到有些恶腕惋惜 那么林德许 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 或者说 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内 取得了禁言的显示成效 甚至是重大的胜利 比方讲 在这广州的禁言 取得了胜利 那么但是 林德许最终却难免被贬斥新疆的历史命运 我们又为林德许赶到一些愤门不平 徐乃继 黄军斯 林德许 都是历史上的悲剧性的人物 而导致这一共同历史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在于他们提出来的主张正确与否 而在于什么呢 而在于腐朽的政治制度 以及这种制度之下的腐败的历史官风 那么恐怕这一点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有益的一种历史的启示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今天就讲到这里